2022年的第81天 纽约的春天真的来了 这样的天气让人感觉好舒服 这些鸽子真幸福 刚刚有人带了一袋鲜鸟给他们吃 一个清闲散淡的女子日记 这个标题我用过很多次了 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 可以让他很操心 所以他才可以落得这样的清闲 有人留言给我说 你有两个小孩这么厉害 我很纳闷 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 就算有两个小朋友 也是很普通的一件事 哪里厉害了 上个礼拜 我去学校接了一个小朋友 这是我在视频透露的 我还透露过 我第二个街 那个街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第一我没有看到他 问我血缘关系的人是谁 他所谓的三帖 什么三帖 我只是删了他的留言 所谓三帖 如果是说我的视频 我那个视频还存在 更没有说漏嘴这种事 做视频几个月了 每一个给我的留言 我都很轻松 很开心的回答 这个人 我真的很难跟他沟通 而且看到他的留言 头痛 很早之前 他就留言过给我说 看我的视频 感觉我这个人很闷 看了我的视频 让他换忧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给我留言说 我的国语真的很难听 他受不了 我脸书 有一个朋友都看到这一切 然后他跟我说 恭喜你 你终于都有黑粉了 其实我也没有把它当成黑粉 关于我那位没有血缘的家人 早就在之前的视频提过了 我看了几个月 不同人给我的留言 我都发现共通点 而且是很好的一点 尊重他人私隐 我有一个老朋友 认识多年了 从认识他的那一天 就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虽然心底也好奇 但就从来都不会去问 你是因为离婚了 成为单身妈妈 还是你一开始就是单身妈妈 也要不说的 我还没想到 你这边的都会是什么 都会给你的 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有什么事 我还没想到 有什么事 我还没想到